想再請問一下,因為之前在接受專訪的時候有說自己是陳定南進化版 不過現在陳定南的兒子就說自己的爸爸不是變色農民族館 這個剛才我已經特別說明了 想到陳定南有想到那個清廉勤政 是讓清廉勤政艾家明一直貼在這個民進黨中央黨部會議室的群上 那我就問各位啦 今天民進黨還能夠跟清廉勤政劃上關係嗎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我常在想說,到底是柯文哲對你那個價值比較遠 還是今天的民進黨對你那個價值比較遠 所以今天民進黨不要老是用人家什麼沒有忠心思想 這什麼背叛,我要跟大家講 今天背叛台灣人民的是民進黨 當年我們也是怎麼支持他的 我怎麼都沒有想到說今天會變成這個樣子